好 看完了生死段随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第45课的课文部分 先来看看第一段 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re rightly condemned 在民主国家 Democratic countries 咱们词词中说了民主国家 那么任何限制新闻自由的努力 都应该受到谴责 这个注意 Any表示任何一个 它后面一般跟的名词 是跟单数名词 Any person 任何一个人 它一般是跟单数名词 或者跟不可数名词都行 但是我们这个本文中比较特殊的 后面这个efforts 这个努力这个词本身 它习惯上用复述 即便是做一件事情 它的努力 一般我们都用这个efforts make efforts to do something 做一件事 我们也用复述efforts 所以呢在这里 它是原习惯用的efforts 但一般情况下 这个any 如果表示任何任何什么什么 一般是跟不可数名词 或者可数名词的单数 注意本文中是个特例情况 那么任何努力 什么努力呢 就是to restrict限制 咱们讲了 限制新闻自由 新闻界 报界 欲议论界在第五课 第三十一课 两课书中都讲过 咱们复习 the press 当然这个p呢 可以capital p可以大写这个字母p 都行 新闻界 报界 欲论界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the press 注意不要翻译成那家出版社 就是新闻界 报界就好了 咱们复习一下 在第三十一课里面 146页第二场 146页的第二场 这次展览受到了新闻界 广泛的关注 因为尽管这些绘画 被人认为是著名艺术家的作品 他们其实是狄激 刺激化的 新闻界 广泛的关注 在新闻界 叫in the press 这是新闻界 报界 运论界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下面这个新闻自由呢 是这个新闻 新闻界 报界 这个重点搭配之一 叫freedom of the press 也可以加定管词 叫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有没有定管词的 都可以 都可以 叫新闻自由 就是政府对新闻 没有过多的限制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呢 什么什么的自由 我们经常可以用freedom of什么 前面这个the呢 一般都可以加上 或去掉都行 你像言论自由 叫freedom of speech 也可以说the freedom of speech 但speech前面 就不能加定管词的了 还有像freedom of expression 人们表达的自由 心中想什么 就能自由的说出来 没有限制 freedom of thought 叫做思维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freedom of choice 叫选择的自由 你想选什么 都随你便 我没有限制 同样的 这前面这个 都可以在家定管词的 那么什么什么自由 也可以在前面加定义 修饰freedom 这个也是相当常见的 你像新闻自由 我们也可以用press freedom 或者叫the press freedom 都行 有没有定管词的都可以 同样的 我们说学术自由 the academic freedom 或者直接 academic freedom 都行 那political freedom 或者the political freedom 叫政治自由 那religious freedom 或者the religious freedom 叫做宗教信仰自由 就是这个国家里面 对宗教信仰没有限制 只要不是邪教 你都可以相信 没问题 什么什么什么自由 freedom 你看 这个用off修饰 用这个定义修饰 都可以 咱们见过的屏幕上老师 给大家讲过了 放心用 都没问题了 那么好 本文中说 限制新闻自由的努力怎么样 都应该受谴责 这个rightly非常好的一个副词 咱们回应一下 在41课讲过一次 这个rightly副词 表示for a good reason 出于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就是翻译成理所应当 或者直接翻译应该 那么在民主国家 限制新闻自由 这绝对是让人不耻的行为 应该受谴责 这没问题 应该怎么样 我们再看41课里边 比如192页的第15行中间 到第16行 192页15行中间 到第16行 看这句话 they could be saved so much misery and expense if they chose to live in a city where they rightly belong 还记得吗 他们就城市人了 他们本来可以免于 这么多的痛苦和开销 如果怎么样呢 这虚拟区 前面是主句 后面 如果他们选择住在城里边 什么城里边 他们本来就应该属于的城里的话 城市的话 那么他们就可以免于这么多痛苦和开销 可是他们没有住在这 他们选择住在农村 住在郊区 结果每天通信费时间 还要花汽油钱 这个本来就应该属于 where they rightly belong 就应该应当 出一个好的原因 本来你就城市工作 户口在城市 你干嘛住在农村 应该应当 就这么来说 那么都应该受谴责 rightly condemned 那么谴责 这又是咱们常见的搭配了 我们多次说过 再复习就好了 他经常跟一些切词搭配 尤其是跟for 还有s condem a for b 就是因为b而谴责 谴责对大家一致批评 I condemn a sb把a谴责为是b 我们再复习这个句子 这部电影 因为他的性别歧视而受他谴责 我们加的for sexism可以表示性别歧视 性别主义 那么还有这个句子 大家还记得吗 the terrorist attack 这次恐怖袭击 被谴责为是 这s是是什么了 一个野蛮和懦弱的行径 这个act 就是行径或某种行为 barbarism 叫野蛮cowardice 是懦弱胆小 这是这个句型 应该我们还见过 大家应该有影响 好 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谴责 整个句子大多数是复习 那么这个第一句话很重要 咱们跟老师来复书一遍 在民主国家 任何限制新闻自由的努力 都应该受到谴责 注意这个effort 习惯用复书 我们从头复书一遍 在民主国家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any efforts 什么努力 to restrict 新闻自由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都应该受谴责 are rightly condemned 咱们类似来造个句子 在民主国家 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企图 都应该受谴责 这个企图努力 一旦可以用efforts 注意习惯用复书 言论自由 咱们看到了 叫the freedom of speech 这个the 加不加都可以 我们来说一遍 这跟本文中类似吗 在民主国家 in民主国家 democratic countries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speech 都应该受谴责 are rightly condemned 当然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特别自信 因为唯一的一个 这个言论自由 这个变化 咱们还讲过 就差不多照抄一遍就好了 来一个稍微变化 大一点的句子 在文明社会 任何歧视妇女的行径 都应该受谴责 可能在一些原始的部落 或封建社会 那没辙了 文明社会 歧视妇女这个行径 行径 咱们刚才看到 可以用act 我看到 那个野蛮懦弱的行径 歧视妇女 the act of 歧视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对吧 好了 咱们试试看 在文明社会 文明的 咱们讲过 in civilized society any act 这用单数了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s rightly condemned 这当然不是为了 歧视妇女而庆祝 这个句子造出来了 咱们庆祝一下 在文明社会 in civilized society 这society 如果是泛指的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是可以的 然后任何行径 any 那一般情况下 是跟单数名词常见了 但如果它是可数的话 act of discrimination 表示分辨 分辨辨别 或者表示歧视 都行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 discrimination discrimination 好 歧视什么人 或歧视什么东西 注意后面 借词叫agains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就歧视妇女 怎么样 都应该受谴责 注意主意 any act 是单数了 所以用is rightly condemned 应该受谴责就好了 那么先肯定一下 这个西门自由 确实对的 是作者说理论 是正确的 但是作者后面 比方一转就说了 however this freedom can easily be abused 但作者说 然而 这种自由怎么样 经常 有可能很容易 就受到了滥用了 这个can 是一个推测 easily是很容易的 后面那个abuse 注意是动词 abuse 名词都成abuse abuse 拼写一样 动词是abuse 过去分词 加个字母第一 就好了 这个abuse呢 出现的话 在一般来说 有三个意思 可以表示辱骂 可以表示虐待 或者表示滥用 在这里面呢 来称这个滥用 是通顺 辱骂虐待或滥用 这里是滥用 很容易遭到滥用 那么后面说 为什么呢 后面他进一步说了 他的stories about people often attract far more public attention than political events 他说有关于 人的这样一些故事 就老百姓的故事 往往会吸引的注意力 比那些政治事件 要多得多 因为我们都喜欢看 家不常理不得的事 尤其一些什么 一般的俗人 都喜欢看别人的笑话 家里出个倒霉事 我们都愿意看 当新闻看 政治事件 离我们就觉得比较远 反而都不那么关注 这是说明为什么很多记者 愿意报道这东西 追求它的销售量 能多卖一些 这个attract attention 是吸引了注意 这个没什么说的 还有一个受到的关注 受到关注 大家还记得吗 可以用receive attention 吸引了注意力 和受到了关注 这两个类似 咱们可以同时记 受到了关注 其实在146页的第二场 咱们就见过一次 咱们再看一看 146页第二场 This exhibition receive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in the press 刚刚见过这个句子 咱们看了片段 这次展览 受到了新闻界的 广泛的关注 受到了大量的关注 受到广泛关注 receive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背下来就好了 在新闻界 in the press就好了 那同样本文中说 public attention 就是老百姓 公众的关注 公众的注意 同样的 好多好多的 用其他的词 修设attention 比如说本文中的 public attention 是公众的注意力 media attention 是媒体的关注 press attention 就是新闻界 报界的关注 这个都行 press 刚刚我们说过 可以表示新闻界 这个报界 可以指它 各种各样的关注 可以用它 我们看一下例子 Her case attracted a great deal of media attention 就是她 这个女人 这个案子 这个案件 吸引了 这个媒体的 广泛的关注 这个吸引了 广泛关注 还是用这个 agreed 这个搭配是不变的 这个后面 媒体的关注 media attention 就好了 还是看过再写 听过再说 老师在课上 在屏幕上 给大家展示过的一些搭配 我们见过之后 作文中 放心使用 肯定没问题了 那么在本文中呢 是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就more public attention 但前面加强语气 就多得多 不光多一点 多得多 far more 这个多得多 增强比较急的语气 这是第四课 实识复习 这个白领工人 挣的钱 蓝领工人挣的钱 帮忙比白领工人 多得多 咱们记得加强 比较急的语气 可以用far 将多得多 far more much more even more still more yet more 都会进一步加强 多得多 长得多 什么远得多 贵得多 可以用它 那么要降低 比较急的语气呢 多一点 多于do do e so so e ho ho 多于goo 我们可以用slightly more a little more a bit more 或slightly higher a little higher a bit higher 比较多一点 高一点 等等等等 这是减弱了 比较急的语气 咱们分别看一些例子复习 比如说看加强 26页 第一行到第二行 26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就是第四课 this days people who do many work often receive far more money than clerks or working offices 这个clerks 是老版本的新肯定 第三课 那新版本换成是people 也行 在当今 做体力工作的人呢 往往收入呢 比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这个收入要高得多 多得多 就是这个far more 跟本文中far more 类似 还有呢 我们说多一点 多一点呢 我们看看在第二十九课里边 就138页第十九行 最后到第二场 138页的十九行 最后到第二场 to compensate for his unpleasant experiences in hospital the man drank a little more than was good for him 为了弥补 他在医院里不愉快的经历 怎么样 这个男的喝酒 比他的有好处的酒量 多了一点 more是多 a little more 是多一点点 多一点多不多 这是比较急的 语气的增强和减弱 这是复习 好 再回到文章中 下句话说 though we may enjoy reading about the lives of others it is extremely doubtful whether we would equally enjoy reading about ourselves 这个句子略微有点复杂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在第二行 逗号之前 这个黄颜色的句子 明显是让步状语 从去优斗引导 尽管我们可能 我们也是推测了 可能喜欢的读 有关他人的生活 别人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看小说 看连句句嘛 就这么一个动机 但是 it is extremely doubtful whether 这是固定句型 是否这个是怎么样的 这是相当可疑的 这个前面的it呢 依然是形式主语 这是个摆设 真正主语 当然是whether引导的句子到句末 这是主语从句 在主语从句里面用的是 whether we would equally enjoy reading about ourselves 我们是不是同样喜欢读我们自己的生活呢 这恐怕是极其可疑的 大家看别人的笑话倒霉事 这个恐怕是比较开心 我们自己有什么事被公布了 可能大家都不愿意看 这个意思 为什么这里用word 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虚拟语气 相当于如果我们读到有关我们自己的故事的新闻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那么喜欢去读 就很难说了 它有个暗喊那个if 如果我们读到有关自己的新闻的话 但一般我们上报纸的起率是相当小的 跟事实是相反的 所以那个we would 相当于if从句里面的主句的那个 would should could not 这是一个标准的虚拟语气 只不过呢 它有语境 所以if从句呢 就没有写出来 我们注意 在虚拟语气里面这个if 如果写出来的话 咱们中国同学一般好理解 如果不写的话呢 我们就看不出来是虚拟 因为它中文中没有虚拟语气 就没说 所以这个得注意 咱们一会儿会详细来说 好 这是把语法大致看看 首先我们第一个先记住句型 就是是否这样 这是非常可疑的 叫做is it doubtful if或者whether或者that 我说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是可疑的 后面那个if whether或者是that 这一般来说 这几个连词能替换 用哪个都差不太多 这个not在这个地方 其实暗含着也有是否 这个含义是能替换的 当然这个not这个连词 一般可以去掉 但if or whether这样的词 绝对是不能省略的 都是翻译成 某事是可疑的 是靠不住的 这个意思 咱们看一下例句 it is not so if he will survive 他是否能幸存下来 这恐怕是可疑的 我们怀疑这个人恐怕已经死了 这个人能否幸存 相当难说 这很可疑 我们说呢 it is doubtful weather the car will last another year 我说这个车还能不能再坚持一年呢 这恐怕是比较可疑的 是否能再坚持 这车呢 这恐怕哪都出问题了 这恐怕开两月就该 差不多就报废了 是不是能再坚持一年 这 doubtful是可疑的 it is doubtful weather 你看后面用that 听到也行 当然这个that 这连词可以去掉了 我们看啊 it is doubtful that the missing airman will ever be found 这些失踪的 这些飞行员 还能不能被找到 这恐怕是可疑的 我们看了 it is doubtful that 这个that在这儿 也可以把它换成 whether或if都行 it is doubtful whether the missing airman will ever be found 能不能他们被找到 这是可疑的 你看这里面这个 if weather和that 在这个句型中 确实是类似的 可以替换 而且这个that 这连词可以去掉 只不过本文中呢 用的extremely doubtful 极其可疑就好了 好 那么这是极其可疑的 什么是可疑的 咱们看句目 whether引导的 注意从句 whether we would equally 为什么用would 老师说了 这个地方就用虚拟去了 如果把后面的if 从句补充上 这就好理解了 我们可以看作是 这个whether 注意从句中 可以牵涛一个 if从句 就是 we would equally enjoy reading about ourselves if we read 就是如果我们读到了 有关自己的这个新闻的话 我们是否还同样的喜欢读 这个信息 这是相当可疑的 这个if从句中 这个read 在这里就用read 就一般过去的诗 一般过去的诗 拼写一样 它翻译都是read 如果我们读到 有关自己的情况的话 但是我们一般人是读不到 这个情况的 上报纸都有几个 跟现在诗是相反的 所以if从句 用了一般过去的诗 前面这个we从句 就相当于它的主句了 would should could not 加动词原型 这是虚拟情 我说了 如果虚拟器就是条件 对于条件的虚拟 如果有if从句的话 这个中国人是比较好编析的 但很多句子中 可以把if从句藏起来 这个时候主句中 依然可以用 would should could not 类似于这种虚拟的表达 这个就需要一些动脑筋了 它有的时候 这个if从句就没必要说了 咱们看一下 其实暗含这是一个条件 对条件的假设 比如说 to ignore this would be a mistake 如果忽略这个事的话 将会是一个错误 为什么would呢 其实暗含了一个条件 如果你忽略这件事的话 那将是一个错误 但是他没有忽略这个事 这说明跟事实相反的 if you ignore this would be a mistake if you ignored this 如果你忽略这个事的话 这将会是一个错误 那if从句就没有说 但通过上下文是能够判断的 这也是个虚拟曲 他用would是对的 再比如说 a picnic would not be anything without you 如果没有你的话 这个野餐呢 恐怕就没有什么乐趣了 恐怕就没有什么乐趣了 那我们大家 这你又是来还是没来了呢 他肯定是来了嘛 我们就现在说 如果你现在不在这的话 你要没来的话 我们野餐就没劲了 多亏你这个开心果在这 我们大家多开心呢 对不对 without you相当于if you were not here if you were not here 如果你不在这的话 那恐怕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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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没劲了 这是跟事实相反的 这个would 用虚拟一些是对的吧 好 好 下面我们看更多的一些例句 比如说看这句话 your wife would not be pleased to hear you say that 我说 如果你的老婆听到你这么说的话呢 她恐怕呀 她不会开心的 她会不高兴的 你看 to hear you say that 就相当于如果你对你老婆那样去说的话 说明她没有这么说吗 这个人明智吗 这么说不打起来了吗 如果你要真实那么说的话 你老婆会不高兴的 这其实也是一个假说的情况 这个would就相当于 所在句子相当于主句里的虚拟了 would 再比如说 it would be a shame to stay indoors on such a beautiful day 我说这么一个美好的天气的一天 如果待在室内的话 这恐怕是一个遗憾 这shin不能犯着羞耻 这就犯着很遗憾了 这说明我们这个日子没有待在室内 我们现在是在外边 这个青草地上玩的 蓝天白云在玩耍的 我就说如果我们现在待在室内的话 这是一个遗憾的事 幸亏我们出来了 这是跟事实相反的吧 相当于如果 if we stayed indoors 如果我们待在室内 if we stayed 一般过的事 用这个一般过的事 用虚拟 主句中呢 would加动算行了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if 从句的虚拟 它未必把这个从句写出来 它往往是通过上下文 逻辑来暗示一个假设情况 这个情况得辨析出来 得辨析出来 好 这个整个句子呢 特别重要 我们看能不能把句子复述一遍 就是尽管我们可能喜欢读 有关他人的生活 但是呢 我们是否同样的喜欢读 有关于我们自己的事 这是相当极其可疑的 咱们看能不能从头开始 复述一遍吧 把句子背一遍 先说这个though 这个从句 尽管 尽管我们可能 though we may enjoy reading about the lives of others 其他人的生活 但怎么样呢 这是极其可疑的 用形成主语 it is extremely doubtful 什么事呢 whether we 我们语速再快一些 不中断 从头再来遍 though we may enjoy reading about the lives of others it is extremely doubtful whether we would equally reading about ourselves 好极了 类似怎么造个句子 咱们看看怎么说 尽管我们可能喜欢 对别人恶作剧 对别人恶作剧 咱们第二条课说 我可用play jokes on 对某人恶作剧 但是我们是否喜欢 别人对我们恶作剧 是极其可疑的 对别人恶作剧 看别人笑话 别人对我们恶作剧 别人笑我们难受 这恐怕 你是不是能开心 这相当难受了 极其可疑的 好了 那么我们看该怎么说 尽管 那我们可能 though we may 喜欢 enjoy 干嘛呢 playing jokes enjoy doing on others 但是怎么样 it is extremely doubtful 还背出来 whether we would equally would 还是虚拟期 enjoy others playing jokes on ourselves 好 我们回顾一下这句话 你看 though we may enjoy playing jokes on others play jokes enjoy doing 也是固定搭配 但这是极其可疑的 依然有形式主义 固定剧情 it is extremely doubtful whether we would 还是虚拟期 如果别人再对我们恶作剧 但一般人没有这个经历 如果他们对我们恶作剧了 假设吧 假设情况 我们是否还那么喜欢 别人对我们恶作剧 相当难说的 这个enjoy home doing 用了一个动名词的逻辑主语 是谁恶作剧 其他人对我们恶作剧 others playing jokes on ourselves 我们说了 动名词的逻辑主语 如果这前面读辑主语是s结束的 后面就不用再加ps了 对吧 因为others本身是 用s结束词 后面就一般就不用再加ps了 这首歌ps可以去掉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重点句 再回到剧中 再回到剧中 看第一段第五句话 后面说 Acting on the contention that facts are sacred reporters can cause mental suffering to individuals by publishing details about their private lives 是的 他说呢 这个遵照啊 事实是神圣的观点来行事 这样的话呢 这些记者可能就通过出版有关 别人私生活的细节 给这些当事者造成数不尽的痛苦 就是你呢 转了眼球了 转了这个 这个这个搞仇了 但是别人呢 可倒霉了 是这么一个 咱们先看看剧的成分的分析 这个前面这个黄颜色的 一直到逗号结束 整个是个原因状语 是出于呢 这个观点来行事 这是他做事你的原因了 Act on something 是表示这个基于什么作为动机 出于什么什么考虑 这个一会咱们会说 固定搭配 contention是观点 什么观点呢 后面签讨了一个同位与从句 什么观点 那么后面 那点同位与从做condition的同位与啊 观点就事实是神圣的 这个观点怎么样 然后主句呢 可以看作这个白颜色的正体字 没有下滑线的部分 就是记者们reporters可能造成难以估量 数不尽的痛苦给谁呢 给这些人 individuals 这个untold 咱们也会说 这是个贬义词 叫数不尽的庆竹难书的 一般是倒霉的事 痛苦啊 苦难啊 灾祸啊 等等等等 给这些人造成痛苦是通过什么方式 后面 by引导的这个画横线 画横线的代下号线的协定字 方式装语 通过什么方式呢 就是出版有关他们这个there就指的individuals吧 他们私生活的细节 而给当事人造成数不尽的痛苦 好了 这是把文法看清之后 咱们看个一些固定搭配 首先需要咱们学习的一个搭配叫act on something 什么叫act on something呢 它表示take a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or as a result of something 采取行动 是根据这个事情 或者因为这个事情而采取行动 as a result of是因为的意思 根据in accordance with 类似于according to 根据 根据某事 或者因为某事 而采取某个行动 就是我们说的依照什么什么来行事 遵照这个来做事情 或者因为这个事而做这个事情 act on 固定搭配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she's acting on the advice of her lawyers 她现在是在遵照 她律师的这个建议来行事 现在采取行动 是根据律师的建议 对吧 根据律师的建议 这个依照律师建议来做事情 再比如说 please say they acted on information received 警方说呢 他们现在采取行动 是依照什么呢 是依照已经获得的这个情报 根据获得情报来做事情 information 后面received 是过去分次 当后定语 就是已经收到的这个情报 这是修饰information 这act on 那我们在复习 其实这个搭配老朋友了 咱们见过一次 咱们看23课里边 114页第15行到第16行 114页第15行到第16行 就是这个各有所爱 这颗书 acting on a sudden impulse 这个本文中一样 也是非为于动词了 但acting非为于了 在这还是原音状语 那么是由于一时的冲动 是因为一时冲动而做事情 也就是依照这个来做事 它的动机是什么呢 一时的冲动 突然的一个冲动 我收集了几十只窝牛 放到纸袋子里面 把它们给罗伯特拿去 这个acting on 跟本文中 有异曲通空之妙 本文中是依照这样的观点 注意contention 表示观点论点 是个文言的书面语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个词 contention contention 好了 它来自动词contend C-O-N-T-E-N-D 可以发现某人坚称坚持认为 C-O-N-T-E-N-D contend 名词把字幕地去掉 反正tion 就是某人坚持的论点 或者观点 那么本文中后面 那个大从据 当然说它同为语了 这观点是什么呢 事实是神圣的 facts are sacred sacred不说了 咱们在第三课 无名女神说过 就是神圣的 然后呢 这个reporter 这个记者可能会 cause会导致了 unto suffering unto叫难以估量的 数不尽的 庆竹难输的 它表示 imparable 但得知道 marry 做动词表示衡量 这个in表示否定字头 abl也是可以的 不能够衡量的 就是不可估量的 但一般都是倒霉的事 一般都是倒霉的事 注意的是贬义词 你像unto suffering 难以估量的 数不尽的痛苦 unto misery misery跟suffering 类似都是苦难 数不尽的 庆竹难输的 磨难 痛苦 until damage 造成 难以估量的损失 等等 所以你看until 一般都修饰一些倒霉的事 一些倒霉的事 注意 这些建国的固定搭配 咱们都可以放心用了 数不尽的 难以估量的 给哪些人 给那些个体 individual 哪些人 就是受害者 他们通过 buy publication 通过出版 有关他们私生活的 细 details 关于什么 about their private lives private 叫私人的 个人的 这个在以前也见过 好 这个句子 我们也把它付出一遍 就是 出于呢 或者依照呢 事实是神圣的 这么观点 来形式 这些reporters呢 就可能 还是我们用推测的 这个can 造成 对这些individuals and to suffer 难以估量的损失 通过什么 by publishing details about their private lives 出版 有关他们私生活的一些细节 好 我们看能不能把句子 从头开始 再复述一遍 复述还是为了 模仿造句呀 依照什么来形式 非为动词 开始 acting on the contention 这观点 什么观点 同一从句 that facts are sacred 事实是神圣的 这观点来形式 怎么样呢 reporters can cause and to suffering 难以估量的损失 to individuals 给这些人 哪些人呢 通过哪个方式呢 by publishing 这个details about their private lives 好 我们看能不能把这句子 在复述一遍 从头开始 reacting on the contention that facts are secret reporters can cause and to suffering to individuals by publishing details about their private lives 好 咱们类似 来造一个句子 看这句话 父母亲们 依照子女 应该顺从长辈 这一观点 然后呢 他们就父母亲 干涉成年子女的 这个婚姻 这可能给他们的 成年子女呢 成年子女 可叫adult offspring offspring这个词 是 这个 本身不能再加s了 成年子 就直接可以用 adult offspring就好了 注意offspring这个词 它不能再加s 它本身呢 就是附属名词 咱不能说one offspring 可以说two offspring 本身是附属 不能再加s 造成数不尽的 这些痛苦和苦难 好了 咱们看看这个 句子该怎么说 依照这个观点来行事 我们 当然这个顺从 可以用be obedient to 它不来自动词 abay吗 对吧 然后呢 长辈可叫once elders 某人的长辈们 once elders 固定搭配 然后干预 干涉 interfere in 这也是咱们以前 在前面说过的 动词段语 我们先说 依照这个 什么什么 是什么的 这么一个观点来行事 先背一遍吧 acting on 这观点的contention 同位同句 就是什么呢 that 子女们 孩子们 children should be obedient to their elders 应该顺从长辈们 然后parents can 可能造成 cause unto suffering 难以禁守的苦难 给谁呢 to their adults 通过什么 by interfering in their marriages 我们开了句子 就出来了 这个句子比较复杂 但我们写下来 特别自信 因为包括里面 一些搭配 都是讲过的 acting on the contention net 基于这么一个 观点来行事 哪个观点呢 就是子女 应该顺从长辈 the children should be obedient to their elders 在这用their elders 没有用their parents 是为了避免 跟后面的parent重复 因为同一句话中 做一些单词替换 包括这个children 后面换成了 adult offspring 也是为了避免重复 那么这父母亲怎么样 parents can cause 可能导致 什么 until suffering 固定搭配 数不尽的 难以估量的痛苦 给谁呢 to their adult offspring 给他们的成年的子女 注意 不能再加一次了 在刚才我说错了 offspring这个词 本身是单付出同行 one offspring two offspring 不能再加一次 单付出同行 那个词 给他的成年的子女 带来 鼠目睛的痛苦 通过什么 通过interfering in their marriages interfering 是讨厌的干预 或者干涉 咱们都以前也说过了 好 这个句子 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精彩 里面用词 非常的精练 而且整个句子 节奏感特别强 好 我们看下句话 他说 newspapers exert such tremendous influence that they can not only bring about major changes to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but can even overthrow a government 他说了 这个媒体的这个影响的力量 是这么样的大 咱们再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还是句子主句 说这报纸会施加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such 是跟homandad固定搭配 如此以至于 homandad引导的是 结果壮于聪句 那结果是什么 这结果壮于聪句 他们可能怎么办 they 但是they是指newspapers 报纸 他们不但not only homandad固定搭配 不但怎么样 而且怎么样 我们说了 not only homandad有bud 这bud绝对不能反正但是了 代表那而且 因为后面的but also 那also是可以去掉的 not only but 也是不但而且 他们不但可以呢 bring about的带来 或导致这结果了 不但可以呢 给这个普通人的生活 带来重大的改变 这个major表示重大的 重要的 它的反义词 就是微小的 微不足道的 minor m-i-n-o-r m-i-n-o-r minor是微小的 major巨大的 重大的 major甚至重大改变 给谁呢 给那些普通的生活 带来巨大的改变 改变一个生活 我们知道一个人上报纸之后 可能后面生命就不一样了 而且怎么样 而且甚至可能会推翻政府 overthrew 就推翻一个政府啊 什么一个领袖啊 把它推翻下台了 overthrew 就推翻的意思 好 那这个里边呢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exert 这个词 这个我们在26课是第一次就说过 叫施加某种力量 如果施加在什么上 后面甚至可以跟切词on搭配 施加某种压力啊 施加某种影响啊 等等等等 这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我们先看一看26课里面 126页的第三行 126页第三行 for advertising exerts a subtle influence on us 因为广告宣传 对我们施加了微妙的影响 这是对我们 后面有编语了 后面加了切词on 注意 广告宣传 这个词是不可数的 广告 advertisement 或者读成advertisement 应试发音 这是可数的 但广告宣传不可数 我们再读一下这词 advertising advertising 广告宣传这个词 咱们一会儿造就会用 那么施加了微妙的影响 再比如说 我老婆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让我去挣更多的钱 my wife exerts a lot of pressure on me to make more money 施加了很多的压力 就说你快点挣钱去吧 你要不挣钱 我就去见网友了 对吧 是这么说 来 施加了很大压力 对我们 我们叫on 本文中没有说 对谁施加了影响 他没有宾语 虽然前面这次on 就不用再说了 那本文说施加了如此大的 tremendous 咱们多次见过巨大的 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你看这个句子 如果没有看到这句子 一般中国同学 还是喜欢这么写 你看这个句子 我们看起来更舒服 对吧 他怎么说呢 the influence of newspaper is so great that 这个报纸的影响 是这么大 以至于会 大家可能更喜欢 so there 这个句型 这就图了 俗了 落了 俗套了 咱们以后可以尝试 这个东西的影响很大 叫这个事物 施加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以至于会怎么样 咱们把这搭配背了 叫exert such tremendous influence that 用这个结构 把它背下来就行 就某个事情 影响力特别大 以至于会怎么样 叫something 或者somebody exerts such tremendous influence that 影响力是这么大 以至于会如何 这个搭配背下来 多精彩 漂亮 鸟枪换炮了 对吧 咱们先把本文中的句子 背一背 这个报纸的影响力 是这么巨大的 施加了如此大的影响 以至于怎么样呢 咱们不但可以 给普通的生活带来 bring about 重大影响 major changes 甚至可以推翻政府 but even can 怎么怎么样 我们从头开始 报纸的影响力这么大 就施加这么大影响 newspapers exert such tremendous influence that 咱们不但可以 they can not only bring about major changes to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but can but even can overthrow a government 甚至可以 推翻一个政府 好 我们把这句子 再来一遍 这个报纸 会受下这么大的影响 newspapers can exert 或者咱们看 去掉一些 newspapers exert such tremendous influence that they can not only bring about major changes to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but can even overthrow a government 甚至可以 推翻政府 咱们 类似的来造个句子 我们不说报纸了 换一个宗教 religions 宗教 宗教有如此大的影响 他们不但会给普通人的精神面貌带来重大的变化 甚至还可能决定世界的命运 咱们这个世界没有信仰 恐怕整个地球到最后就爆炸了 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 这个宗教力量就这么大 有了信仰了呗 精神面貌 spiritual outlook 这个搭配到了第四册 李老师会讲到 我们下面的记住 大声读一遍 spiritual outlook 这个outlook表示 对一个事情 普遍性的总的看法 好 这个重大改变是major changes 咱们来说这句话怎么说 宗教 会施加这么大的影响 咱们背一遍 religions exert such tremendous influence that they can 不但 not only bring about major changes to 什么呢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ordinary people 普通人的精神面貌 甚至可以怎么 but can even determine 决定 the destiny 命运 什么命运 of the world 世界的命运 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同学 相当单独 几乎不可能 写出的好句子 你看我们通过 研读 新概念三册 尤其第三段 有的一些 长句子之后 写出文章 马上就 鸟枪换炮 不光是在我们 托福雅思里面 在执意 这般的写作中 都能拿到高分 确实写得漂亮 religions exert such tremendous influence that they can not only bring about major changes to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ordinary people 普通人的精神面貌 甚至 but can even determine the destiny of the world 甚至可以决定 我们世界的命运 好 这个 精彩剧组特别多 我们第一段 就讲到这 希望大家一定要 仔细复习 第一段 我们就看到这里